好 民進黨部分區的立委候選人王毅川 今天下午在嘉義民雄 跟自家山區的立委候選人陳冠廷掃接敗票 這位兩個人炮口對準 五黨籍的山區立委候選人林國慶某公 在最後時刻催票 拼選戰 選前倒數 關鍵時刻 民進黨部分區立委候選人王毅川 10號下午來到嘉義民雄鄉 跟自家山區立委候選人陳冠廷合體 掃接敗票 我是嘉義加車到十二年 人生有幾個十二年 我的四分之一的時間都是嘉義 系數跟嘉義的淵源 王毅川大打溫情牌 跟選民拉近距離 但畫風一轉 炮口對準陳冠廷對手 五黨籍山區立委候選人林國慶的 會選傳聞 政治評論員李正浩 更直批對方沒積極面對選戰 選舉選到最後 有沒有下資源 民進黨選舉 兩次無私 基層一票一票支持上來對不對 對 1月13日沒安裝 出來投票 出來投票 票投下去才會贏 兩個高票 好 選戰最後倒數各黨卯足權力掃接催票 要將選民的支持化作一張張選票 記者嘉義綜合報導 我們也會贏 謝謝大家